感谢DAV左身的一锦啤酒还有小白的啤酒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每两人一块地啊 这张地图的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玩了对吧 我们随机到了一个粉色 然后旁边的小红是我的队友啊 我们开局先在家里来造个围墙 把这个路口给围了 先出个地宝先出个地宝不要放得太远了 放得太远了等一下这个小绿会记恨我对吧 你看他也造围墙我们也要造一个 等一下这个围墙是他的他可以卖掉 等一下会来偷我所以说我们也造一道围墙 然后看那个小红的队友 小红的队友直接就延伸到别人家里去对吧 这个地图啊最好是不要延伸啊 因为别人有两个人你造过去人家造两个地宝 你怎么拼得过你看蓝色帮那个淡蓝色造地宝 所以说还是造一道围墙对吧 我帮你封起路来 然后我们造一点兵 这个地图得抢中间的矿资源啊 抢中间的油田对吧 开局延伸到别人家里去起不到任何作用 然后我们先造一点动员兵 造一点动员兵走到中间来抢矿区 然后这个淡蓝色的也出了很多兵看到没有 他出了很多美国大兵这个美国大兵一旦躲起来 我这个好兄弟有可能整不过啊 你看牛车也扛不住伤害 赶快把牛车拖到后面来 然后呢坦克先躲到后面把围墙打开 打开围墙先占一个油田对吧 这个地图没占到油田 没踩到矿非常穷 然后小红的牛车拿来扛伤害 哎扛伤害我们的坦克压一下 对的嘛你这个牛车帮我扛一下伤害 我就把他的兵压掉 然后就可以站住中间的矿 站了油田以后呢就把矿场甩到中间啊 只允许我踩中间的矿对吧 把他们的牛车打掉 然后这个蓝色造了个蜘蛛把我牛车钻了 这个牛车呢很关键啊 要修一下不修一下 等一下没钱 赶快出一个维修厂 然后把牛车修理一下 再出一个漏人呢 把这个油田占了 呃成王是采我的矿打他的牛 然后这边淡蓝色想抢我的油田 把你赶进去啊 然后再出一个漏人啊 再出个漏人把这个香波波占了 然后我发现我的队友小红要占那个油田对吧 他要占那个油田我们就给他一个 毕竟呢 他是我的卧龙队友对吧 给他占一个 然后现在我们有两个牛在中间采矿了 中间的矿呢 等一下采完了也会没有钱啊 所以说在家里还得放个矿场 我们再找个矿场 然后再出个漏人把这个紫色的油田给他抢过来 小红你看小红你不要去打呀 你不要同时招惹两个人对吧 这个下面两个人已经起了摩擦 你不要去招惹他 我们就准备打上面一组 准备打那个蛋蛋色跟那个小蓝对吧 然后出一个雷达啊 等一下看看这个防守有没有开超级武器 开了超级武器呢 我们就造一个铁路装置 你看下面两组起的摩擦看到没有 然后我就给队友个信标啊 告诉他打这一家对吧 我们不要招惹下面 等一下你招惹下面 他们得要三家都来搞我们 我们就守不住了啊 所以说打这个团战啊 就盯着一个打 然后给了队友一个信标呢 队友好像看懂了 看懂了要跟我进攻了 我们坦克比较多 然后把这个动员兵呢 先扛在前面 先把蛋蛋色的坦克给他吃掉 先吃掉蛋蛋蛋蛋色的坦克 然后这个蓝色一看自己守不住 他就不要加了 你看不要加往我家里冲对吧 我广快回去防守 让我的队友打那个蛋蛋色 他冲到我家里来 有可能想换我的基地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回来防守一下 然后兵分两路 分几个坦克回去 然后再分几个坦克来打这个蓝色 把这个蓝色的框场打掉 当然说的基地也被我的队友打掉了 对吧 然后再点坦克 这样呢 这一组就守不住了 然后守不住以后 你们看下面 下面这个陈帽帽要打我的游艇 对吧 广快飞防 把这个残血坦克修你 这个下面 下面几个人坦克都挺多的 这个蓝色还没投降 还有个兵营 这个兵营一定要打掉他 不打掉他 等一下招了很多大头兵 广快把兵营打掉 把电厂打掉 这一组就没了 然后那个紫色就打字了 对吧 他说什么呢 他说别打了 你们非要打我们干什么呢 现在上面一组发展的好 你看 他们说别打了 陈色 他在打字跟陈色说 对吧 他说别打了 你们两组不打了 估计要打我了呀 然后陈帽帽打了一个字 他说修战 我们修战 紫色说OK 你们这个OK了 对吧 OK了 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呢 两家要联盟了 两家联盟就相当是四家 他们估计要打我们 我们先把这个围墙打开 等一下把基地搬到这边来 搬到这边来 发展这片矿区 然后你看陈皇上又打字 他说对 这家油田比较多 先打他 他们两家要联手打我们了 但是不要慌 我的坦克多 把这个铁木尽量的往队友家里放 因为这个下面的人 有可能会招海军 等一下海军会打我的铁木 我把铁木放在上面 然后你看 你想打我的油田 打我的油田 我就掐住你的头 然后把基地拖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江山 得把它守住 等一下招个矿场踩那个矿 然后现在你们看那个紫色 紫色在我家屁股后面 出了一个船场 出了一个船场 要做航空母舰 广快把牛车拖到上面去 他要说航空母舰不行了 我要广快把他的高科技打掉 他这个航空母舰估计造的一半了 然后我们直接冲进来 对吧 冲进来先干掉高科技 他的航空母舰就出不来了 然后紫色打了一个字 这边广快打牙对吧 然后这边来偷我的基地收起来 诶 被陈黄色想冲到我家里 我们回房 但是这个时候你们没有用了 他的坦克被我吃完了 这边又偷基地再收起来 这个下面紫色的坦克被我吃完了 我的队友直接冲到他家里去 对吧 不要急 等我来对吧 等大哥过来 然后再把他的框场打掉 随时观察那个黄色跟橙黄色 然后这边没了 没了以后黄色要冲出来 黄色冲出来就掐住头 所以说我们有铁幕就不用慌 对吧 等这个铁幕倒计时 然后他是法国摆了一个大炮 摆了一个大炮 走这里不好冲 我们就走到这边来 然后那个紫色就怪这个橙黄色 他说我征服了 橙黄色 这个橙黄色刚才打了我们 还偷我基地 但是他打不下来对吧 我坦克也不少 你怪他也没用 然后摆好队形 套起铁幕 套起铁幕呢 直接一杆子捅进来 冲进来以后呢 不打基地 不打巨炮 先抓坦克 先抓掉陈猫猫的坦克 然后小红你快点进来呀 小红别看戏了对吧 你两个三星坦克 广快冲进来 我这个黑坦克扛伤害 然后左右摇摆 把他们的坦克全部吃完 然后打掉巨炮 打掉基地 这样呢 这个陈猫猫跟小黄 就受不了了 直接投降 好 再给大家带来一局 美能一小快递啊 这一局小快递呢 我们随即到那个盟军 对吧 然后陈猫猫一上来 就打着OK 他为什么打得OK呢 他说 我刚才又去看手机了 基地车打开的比较慢 对吧 你基地车打开的比较慢 你不要说呀 他说我刚才看了下手机 导致基地车打开的比较慢 我们先不管他 先把油田占了 中间少个人 先把中间的香波波占了 然后再把家里的油田占了 这一盘呢 我随即到了一个美国 有这个闪兵啊 然后呢 我记得有些 哎呀 你看这个陈猫猫又打字 他说怎么没人来打我呀 这个陈猫猫就过分了 对吧 你基地车打开的比较慢 别人没有延伸到他家里去 他还打字 怎么没人来打我呀 然后我们这一盘呢 就不出重工了 因为有些粉丝说 经常看我出重工出坦克 看多了 能不能不出坦克 不出坦克 出飞行兵或者出 巨炮啊 出光明塔 我们就试下看了 我们就不出坦克 对吧 出一下飞行兵玩一下 然后这边 这边小黄自己家里的油田都没有站 他来抢这个紫色家里的油田 管坏过来插一脚 出两个肉人 出两个飞行兵打死他的肉人 然后打他的地宝对吧 这个玩法呀 手里一定要掐个光明塔 因为我们家里没坦克 然后造个飞机 他要出防空 防空过来飞机炸一下 炸成残血了 然后就可以直接用飞行兵换了 他这个残血防空没什么用 直接换掉他 换掉他以后呢 然后继续打地宝对吧 把这个小黄的地宝打掉 这个小黄光固子就是抢别人家里的油田 自己家里的油田都还没有站 然后紫色家里也没有站对吧 没有站我们准备把它抢过来 然后打他的兵了 这个光明塔等一下放 等一下看看放哪个位置 他出了个防空炮 你看出了个防空炮 这下这个油田抢不到了 然后放个光明塔 用光明塔打他的防空炮 这个小子呢 他开局跟那个黄色抢地盘呢 他招了好多兵 好多地宝 好多狗 还招了防空炮 导致他没有钱了 对吧 他没有矿场 也没有占油田 他没有钱了 工程师出不来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紫色好像工程师出不来的 什么都招不出来 什么都招不出来 我们管管出个漏人 卖开围墙 卖开围墙 然后把他的油田抢过来 就不投基地的 我懒得投他的基地 我投油田 因为这个白色油田 第一次占领可以反1000块钱 然后这个紫色就没了 那边的小黄也没了 小黄被那个陈猫猫 直接带走了 对吧 这个陈猫猫开局比较挑 他说怎么没人来打我呢 我提的打开的比较慢 既然没人打你 我们就来对吧 我们直接造个飞机 炸这个陈猫猫的这个坦克 下面还有个小蓝 小蓝的是个苏军 他有两块地盘 我们现在没有中攻 只能出光灵塔防守 然后他把上面的油田炸了 你看到没有 他站了上面的油田 我们再出个漏人 看看能不能走路过去 走路过去 把他那个油田也给他抢过来 他有这个防空车 我们就用飞机炸 用飞机炸他的防空 然后他又造了一个防空 我们这个上面拐上去了 你看拐上去 把他的油田一占 占了油田以后 他就想去打我的油田 打我的油田 我直接甩个电线杆 甩个电线杆 他就打不爆了 然后他的坦克要上去打 坦克跟防空上去打 我们就打他的重攻 结果陈猫猫生气了对吧 他不要加了 不要加直接冲到我家里来 因为我这个玩法呀 没有重攻 没坦克 他要打基地 管快出漏人 抢修基地 这个漏人快点快点 管快出出来 哎呀 晚了一点 没有抢修到 直接基地没了对吧 但是基地没了没关系 还能玩 因为我们可以造飞行兵 还有这个傻民 等一下可以造很多很多美国大兵 他造围墙的话 我们可以用飞机 炸开那个围墙啊 然后陈猫猫就守不住了 陈猫猫 看到我飞行兵多 他出了一个防空炮 直接换掉他的重攻 把他重攻换掉以后呢 然后把美国大兵 调过来 这么多美国大兵 冲到他家 他肯定守不住 他守不住 他想偷我的油田自爆 哎 点死他的漏人 然后他就没了对吧 他没坦克 没前兆了 直接带走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蓝色 这个蓝色呢 我们肯定是搞不过他 对吧 但是你看 他有这个辐射兵 完了 这下完了 本来我还想靠这个美国大兵打进去 他有这个辐射兵 我再多美国大兵好像都不行了呀 如果他造围墙的话也不行啊 我们可以造四个飞机 炸开围墙 也可以冲进去 但是现在他有辐射兵啊 这个兵不敢上了 不敢上了 我们只能走这边对吧 走这边 他有一点慌 他又要造防空 又要造辐射 辐射在那边 我们的大兵 广快过来啊 机不可思 如果你来晚了 等一下辐射过来就守不住 飞行员换掉重工 然后换掉油田 对吧 换掉他的油田 他的辐射要做了 广快把兵往后面说 然后飞行员过来 打掉他的辐射 他没有重工了 出不了防空车了 防空炮也出不了 基地车冻起来了 对吧 然后那个陈妈妈就说 你咋回事啊 你这都没有 没有守下来 广快把他这个框场打掉 然后我的兵死完了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千万不能等啊 再等下去 他打开基地 补几个电厂 造几个防空炮 我就打不赢了 然后直接飞机炸防空炮 飞行员打防空炮 不要打电厂啊 先把他防空炮打掉 然后打掉防空车 打掉防空车 广快打他的兵营 分一个三星的飞行员 追防空 你看 这个对手 就守不住了 对吧 他就应该多造几个防空炮 造了一个防空车 怎么守得住 他说我有飞机的 你一个防空炮 我的飞机还可以炸 然后他受不了了 往我家里冲 往我家里冲 广快用飞行员打坦克 这样蓝色就没了 蓝色没了以后呢 刚才那个陈王色在上面打字 他说蓝色 你太当我失望了 这没有办法对吧 你这个防空招的太少了 然后陈妈妈打了几个点号 无语 这个小男呢 有一点尴尬 他说呢 我大意了对吧 不好意思 我大意了 没有闪 然后你守不住了呢 我们就直接把他带走啊 直接打掉他这个雷达 他就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感谢观看